民進黨立委黃傑 五號早上七點多 收到電子恐嚇信 威脅他的人身安全 信件內容寫下 要黃傑準備八百萬現金 威脅只有二十四小時活命的機會 超過時間沒看到錢 不要怪我不仁慈 甚至還附上子彈照片 恐嚇意味相當濃厚 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這個帳號的名字 他是寫一個桃園地檢署檢查帳的名字 好像叫余秀端吧 然後他要求我匯到的帳戶的信箱 是好像是我們高雄市議員高敏玲的帳號 茂名桃園地檢署檢查長 以及高雄市政府觀光局長的身份恐嚇 也已經不是第一次 許多政治人物也表示 收過這名連續罐犯的恐嚇信 據說這個是連續犯 就是他也有寄給非常多政治人物過 我已經早上已經報警了 沒想到在報警之後 又再度收到兩封恐嚇信 其中一封信貼出一張多疊鈔票的照片 另一封信則是十顆定時炸彈 已經安裝在桃園機場 不只五號收到 二號黃傑也在臉書貼出 收到一張手寫恐嚇信 內容滿是羞辱字眼 但裡頭還提到羅志強 韓國瑜以及許巧欣 甚至一度把羅志強寫成羅志強 讓黃傑表示真的是好氣又好笑 那這種一再受到恐嚇性的行為 雖然對我來說是滿騷擾的 但是我還是會頂住壓力啦 這次的恐嚇性帳號看似來自境外 但記性署名假冒桃園地檢署檢察長 具有挑釁意味 目前黃傑表示絕對不會輕忽 會更加注意自己以及團隊的人身安全